尊重复生陶大富 在当地有迁有势 很多村民都被鬼子杀害 只有他家安然无恙 这天晚上 一个三口之家 被鬼子追到无处藏身 他们愿意用所有家当 请陶大富收留 陶大富看到女人阿花 和他们手中的手势 他心动了 阿花以前是个戏子 很多男人都觊觎他的美貌 陶大富也不例外 他收留阿花 可没按什么好心 时间不长 陶大富果然把鬼子带来了 阿花的丈夫和孩子 被残忍杀害 鬼子走后 陶大富个人渣也 跑来欺负阿花 并且要把阿花的手势 居为己有 阿花和陶大富争夺的时候 被陶大富用盘子 一下砸死 从那以后 陶大富的豪宅里 经常发生怪事 没多久 所有人都神秘失踪 这栋豪宅 渐渐地被传成一间鬼屋 三十年后 陶大富孙子逃命 已经成家 他可没有陶大富当年的风光 虽然继承了陶大富的豪宅 但也没胆子去住 陶明和他的好友老杨 过的是两种人生 老杨是做研究的 妻子贤惠 孩子可爱 陶明没孩子 妻子爱打扑克 赢了怎么都行 要是输了 肯定吵架 陶明现在除了那栋闹鬼的凶宅 一无所有 这天 还有输了个地朝天 一个算命的瞎子拉住陶明 说自己手上有块灵位 灵位和陶明有缘 只要把他带回家 豪生供奉 那么赢钱 和喝水一样简单 瞎子没要钱 陶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去打扑克 神奇的是 陶明真赢了 而且是大赢 他背上厚礼 答谢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一眼看出 陶明祖上给他留了一栋房子 当时就嘱咐他 房子千万不能卖 而且不能沾滑惹草 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陶明一直记着 算命先生的警告 果然过上了好日子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用不了多久 陶明就会成为一方富豪 可坏就坏在 他娶了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 今天是陶明老婆生日 此时的陶明 心里只有那个 能让他发财的灵魏 他直接的给财神爷 买了纸人纸钱 把老婆抛一边去了 结果这女人开始撒泼 把一桌饭菜全砸了 还把陶明买回来的 纸人箱筑什么的 通通给撕了 甚至还给灵魏来了一脚 这下好了 所谓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怀恨在心的灵魏 第二天 就让陶明输了个 倾家荡产 要还债活命 只能把家里的祖宅卖了 可房子并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卖出去的 他们着急用钱 巧的是 好友老杨 正要换房子 陶明老婆把他们家房子 说的内教仪更美 价格又非常便宜 作为好闺蜜 当然不能把闹鬼的事情 说出来 老杨的工作室 研究那些花花草草 陶明家的祖宅很宽敞 他很满意 很快 老杨把房子重新装修 可他们一家人住进来的当晚 就遇到了怪事 除了老杨岳母之外 其他三人都亲眼看到了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岳母供上徒弟爷 挂扇八挂镜 本来这些东西 说不定能起一点作用 可是岳母前脚刚走 这些东西都被不信 邪的老杨拆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 老杨孩子在冰箱里 竟然看到一个小男孩 在偷东西吃 其初老杨老婆不相信 可是当他把冰箱门 锁起来的时候 冰箱开始动了 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 被困住了似的 直到冰箱门被撞开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紧接着 老杨年仅四岁的儿子 被一个玩具娃娃 带着飞进院子里的枯井之中 老杨赶紧找来搜救人员捣捞 可是整个枯井都搜遍了 也没任何发现 无奈 他们又请来一个神父 神父看起来气场很足 胆子也大 他们驱魔的手段无外乎 念经和打算 可东方鬼和西方鬼 他不一样 最终神父使出大招 风景扯呼 老杨幼母给他们介绍了 当地狠灵的神婆 这神婆招魂可是一绝 神婆并没有在阴间 找到老杨孩子的魂魄 这也说明孩子还活着 自从孩子失踪 老杨妻子思念成灾 这天晚上 妻子像是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地下室传来的 他赶紧来到地下室 孩子没找到 却找到了当年阿花的那盒手势 当年陶道夫一家死的死 跑的跑 才没来得及带走 与此同时 又一次输得精光的逃命 得知老杨孩子失踪后 打起了歪主意 他给老杨打电话 谎称孩子在他手上 张口就要十万 老杨刚买了防守头没钱 但是在地下室找到一盒手势 但是那块凶针就价值二十万 为了输回儿子 他们把凶针当作赎金 唐明得了凶针后 感觉好像见过 于是翻开他奶奶的照片 这凶针 以及那盒没来得及带走的手势 果然还在组宅 尝到甜头的唐明 还想要更多 于是打电话 支开老杨二人 让一个男人进去偷手势 老杨他们哪有 先前把手势藏起来 唐明他们在梳妆台上 轻易找到 也在这时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这会被一个看不见的存在 折腾到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这鬼 就是三十年前 被陶大夫害了性命的阿花 当年把陶大夫一家 报复的家破人亡之后 阿花一家三口 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 抓走老杨孩子的目的 也很简单 只要他们搬走 把房子恢复原来的样子 自然就会放了他们的孩子 两人照做 阿花也很守约定的 把孩子放了出来 不过他们做了几十年的 孤魂野鬼了 老杨他们刚好是 最佳的欢羊替身 于是临时改变主意 想要枪行霸占他们 眼看老杨妻子 就要被阿花附身 妻子怒了 如果你再这样对我 我抓回也不抓回你 阿花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放过他们一家 既然仇人是陶大夫 那就找他孙子陶明好了 深夜 有一次输得精光的陶明 在街头遇见了一袭红裙 明眼动人的阿花 阿花只是一个眼神 就把陶明迷得不要不要的 可是咱报仇就报仇吧 为何还要便宜这个登徒子呢 这段剧情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不 好看 最终 女鬼阿花用块红抹布 给陶明吊死了 片名 风楼冤鬼 风楼冤鬼